欲坐诸佛龙巷 先坐众生马牛 台湾北部 基隆港 六十年前 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 就是从这里 一批批涌上岸 然后又匆匆开拔的 由数十个青年僧人组成的 僧侣救护队 从上海匆匆登船 跟随着国民党军队 涉害来到台湾 他们从此告别了故土 和万千众生一样 他们何曾知道 这是大半生的别离 星云法师 就是其中的一位 深无常乌的星云 心中茫然 多事之求 个人的命运 也如惊涛骇朗中的孤咒 再臣再服 难知去从 前方无变的埋误 让人心头 妙无寄托 冲锁中的决定 加之以他 家族的个性 终于奠定了他 私语型的底色 那一年 星云法师 二十三岁 伴随着台湾 在经济上的复兴 在南部高雄 在南部高雄 一座宏大的庙宇群 佛光山 日渐崛起 成为台湾 人间佛教的 中心之一 时代批变 事已事已 而在大崩坏 大重建的时代 时时有 风云际会 天人疏突 佛光山上 逐风绕林 惊涉之中 八十岁的星云 如果一几 触底台湾的困顿遭逢 和人生中的 那一段 艰苦的经营 内心 不知能否 定静如水 他不止一次引述 佛门成语书 欲作诸佛龙象 先作众生马牛 而他 一切飘平之身 挤挤数十年 从无所措 其手足的困境之中 白手起家 惨淡经营 一步步崛起 成就佛光山的 弘法基业 有马牛 终极于龙象 其胸中快乐 不难愧见